好,我嘟嘟的 假豪宅 終於做好了 我來開箱給大家看 這是兩個 BQ2600 130L 組在一起的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就是你要先把這個割開 然後下面,比較麻煩的是這邊 你要把這個弄掉 因為這樣放進去 然後我前面 這個是用那個 可拆式束帶 我手很髒,因為我剛剛做好 可拆式束帶就是 要兩隻手拆 就是要可以這樣拆掉 這樣你就是 扣起來有沒有 這樣前面,因為它這比較長 它扣起來就不會有問題 至於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那個寬度 承重力是夠的 然後我先 把它嘟嘟在這裡 它總算有新豪宅住了 這個地板面積大概是100到110 上面大概是120 大小長寬 就是它這個 真麗香的高跟 環那沒有改 所以主要是長度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現在拆掉以後 兩邊 兩邊 打開 然後後面 也是用那個可拆式束帶 就變成一個蓋子 然後你就可以弄成一個 大箱 給你們家捨住 這套房也可以放 我放在房間 然後主要是坐這邊的時候 你記得地板不要割 因為它地板要靠在一起 這樣子它那個 樓地板才不會不穩 因為它下面已經割掉了 然後這邊比較難割 這樣而已 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地板這邊 要留比較多 然後割旁邊 然後下面這邊要刮掉 比較麻煩這邊要刮掉 這樣子 然後 好 我們現在就把嘟嘟放 的東西放進去 首先先放它的 豪華小窩 你看這其實沒有很大 豪華小窩一放 就 佔了很大的位置 然後 再來是 因為 然後那邊是它的土 哼 等一下把它鋪進去 我還有別的 還有新的土 但是應該不會錄這麼多 慢慢錄給大家看 那這個因為 畢竟是手工做很難全部割品 可是你就把它弄到不會磨到就好了 然後這樣豎起來 它這個是很穩的 它這個你這樣看 它這樣 它不會 不會說 散開 就是它真的是一個箱子 而且也可以 滑輪下面滑輪也可以 喔 還有因為它這個下面的滑輪 要割掉兩個 那兩個滑輪是最難割掉的 大家看一下 要用 剪刀加 你可以用那個剪鐵線的 有一種剪鐵 剪鐵絲的 把它那個厚的塑膠剪 剪掉 我是用剪鐵絲的比較快 然後這個是 這是 之前我在寵物店換的 水盆 這就給嘟嘟當水盆 這樣子 你看很剛好 它就夠它用了 再來 這個 如果你怕地板會晃 你就把它放在中間 但我是覺得不會啦 那我就先把這個放這邊好了 放兩邊 這樣 那 中間你可以用 因為我這個是舊的那個土 我在想它那個 墨穴還要不要放 那怕刮到 你就是鋪水苔 就 那個叫什麼 水苔跟 欸 我還有那個草 草就不用放了 先鋪水苔就好 就是用水苔把它 弄起來 這樣子 你的蛇 就不會弄到 那這個 不用講吧 這就是很簡單的 牆壁工法 對 我去拿水苔進來 唉 這樣子看起來就夠大 不會說 你的蛇柱很小 對 就是把水苔 放進來 我買一大包水苔 這樣子你墊 地板的時候 就不怕你的蛇 不舒服這樣 好 其他的話 它就是一個 這箱子 一個 你如果像 你已經確定你要養球馬 你就一次買兩個吧 因為運費 兩個 是一樣的 這樣算起來就比較划算 如果你兩個沒有分開買 我這還買比較貴一點點 你如果買便宜 我看有不到四百塊一個的 那兩個才八百 加運費九百 九百 你加上 電烙鐵什麼的 也不到一千五 因為電烙鐵一支一百塊 然後你要一支 那個 壓克力刀 壓克力刀大概兩百多 你看 我是買日本的 我不知道一般的好不好用 但是 因為我已經買了 然後 剪鐵線的 在這邊嘛 電烙鐵 壓克力刀 那這個一包是三十九 如果你一起做 啊 掉了 一百 一百個 應該做一個大箱子是夠 那這個鐵網 從十五塊到三十五塊都有 然後 電烙鐵 然後我說 它下面那個輪子的地方比較難剪 我是用這個剪 剪鐵線 這之前我買來做別的東西 我有買 買有牌子 你如果剪塑膠不用買有牌子 這什麼蝦牌 你就是 那種剪出鐵線 然後可以把它那個塑膠底板弄掉 我們這樣才會平 好 那我們現在把嘟嘟放進去 還有兩分鐘 嘟嘟說 我要給大家看我的新家開箱 因為嘟嘟已經兩個禮拜不大便 嘟嘟 先來 給大家看一下 嘟嘟住裡面 那我先蓋起來給大家看 那這樣子你要餵食的時候也很方便 就是 後面直接做成扣環 後面我也是用可拆 所以你這個蓋是可以拆的 那 前面這樣 有沒有 嘟嘟這樣在裡面就可以那個 然後 這兩個扣環就等一下再把它扣上去就好了 那這個盒子還蠻有用的 這也是在寵物店買的時候送的 剛好給它當水盆 讚 完美 然後我量一下它的長度給大家看 就是 其實這樣做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也至少可以先確定 要不要買這麼大 或是要買更大 那這個 大概100 102 因為它扣掉底面積什麼 它就是100 這不用量 我這邊沒有到底 我到底的話 就這樣 就是地板面積超過100 然後上面 這樣就至少有三尺鋼的大小 比三尺鋼大 上面就117 就是100到120 沒錯啊 就是等於四 三到四尺鋼的大小 這樣 好 那 寬度跟那個 就是 就是 這一個BQ2600 那就是 56 46 不管它講的對不對 只要等它夾在一起